私人 私人行程喔 換上輕鬆黑衣長裙 韓濱儘管戴上口罩 但還是很難不被認出 對不起不知道你們在 你們是怎麼去哪裡 你們去哪裡啊 沒有事情出去 在女兒的催促下 林家芬加快腳步 難得換上牛仔褲和布鞋 跟上午的盛裝打扮風格差很大 但依舊非常親民 他晚上還是要去菜市場 那你會不會去哪 他等一下要去市場 我等一下會過去 伯律兩參加韓國瑜就職典禮完後 就回到飯店 晚餐時間搭計程車離開 韓濱說有私人行程 李嘉芬則說要到果菜市場 陪韓國瑜 沒關係 護著媽媽上車 韓濱當起小小護花使者 不過韓濱從頭到尾都戴口罩 疑似是素顏 拿上午的就職典禮時的裝扮 比一比 眼影和眉毛似乎都已經卸掉 而兩位小編則透露 晚上有朋友聚會 韓濱可能也是其中之一 因為接下來 韓濱將回到加拿大 繼續完成學業 離台倒數 想必邀約滿檔 借陳生一盤影文高雄報導